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趴哥哥 小趴最近老是被小蔡妹妹给嘲讽 因为他在新区买了点藏炮 小趴一把炮都没有,所以说会难受 小趴哥哥,你这是在跟别人单挑吗? 怎么对方拿的是喷火器,你拿的是步枪呀 你怎么不把你的点藏炮拿出来 啊不对,普通炮 哎,小蔡妹妹,你别看我拿步枪 我步枪能打得过他喷火器,你信不信 看我的走位 就他这儿枪法,拿着喷火器也烧不到我 小趴哥哥,你除了会撩门就是会吹牛 你拿着步枪还想打人家喷火器 这下被粉丝给拍照了吧 看见你以后还怎么做人 小蔡妹妹呀,这步枪跟喷火器打本来就不占优势 哇,他真的拍照了,看我急速复仇 打倒他,再把他无人机干掉 哎,嘿嘿嘿嘿嘿 小蔡妹妹,我告诉你,我也买炮了 小趴哥哥,你十一万斤条,现在就剩九十五了 难道说,这把破雨战炮,你花了十一万斤条买的吗 这也太贵了吧,我以为你会买把普通炮呢 没想到你居然买了一把雨战炮,你怎么想的呀 小蔡妹妹,你替我给你分析一下 这个典藏炮一把要三十万 这个雨战炮一把只要十一万 小趴,我买不起典藏炮呀 而且呢,我为什么买雨战炮呢 你想想,像夏尔镇,远星城这些地方老是下雨 所以说,这个雨战炮比雪地炮来说 咱们在远星城还是有点用处的,对吧 所以说呢,我就买了一把雨战炮 哎呀,小趴哥哥,你还挺聪明的吧 小蔡妹妹,想问一问粉丝们 你们在兴趣都有没有炮呢 是什么颜色呢 小蔡妹妹,我的是典藏炮 小趴的是雨战炮 你们的是什么炮呢 在兴趣转金条真的是太难了 小趴有点想去收金条 不知道大家知道怎么样收金条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趴 好的,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解收小趴 咱们下期再见 记得点个关注哟 拜拜